串流影音平台为大众提供即时听音乐 以及看直播表演的娱乐新体验 串流世代也造就一群独立音乐人 由地下走到地上 这一对独立乐队在去年7月成立 他们一直在串流音乐平台发布自己的歌曲 吉他手郭俊德说网络发达改变了独立音乐人的发展路向 以前大家听独立音乐人好像永远都上不到地面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地底不上地面了 正式签唱片公司的歌手 他们可能是依靠网上的发布或网上的宣传 串流是一种数据传书技术 将数据用连续不断的形式处理和传送 利用串流技术 我们就可以在网上即时听音乐和看影片 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 今年3月发表的年度全球唱片市场报告 2020年度全球唱片市场总收入是216亿美元 其中串流音乐平台总收入有19.9%的增长 占全球唱片市场总收入的62.1% 串流平台已经超越了所有download MP3加上 physical product的总和 而令到整个音乐的工业的收入是上升着 我很想要的话呢 资深音乐人赵曾熙近年策划了一个非牟利的音乐先道计划 并获康文署赞助 指导有自发展独立音乐事业的年轻人 无线电视记者李嘉嘉报道